好 手掌來講 大家好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現營的人頭石 你們知不知道他們的形成過程是怎樣呢 其實在五千萬年前 冰河時期結束之後 因為它很接近這個海岸線 加上冰河時期結束之後 海平面上升了 就會受到這個海龍的平衡 然後就會因為人頭石是花肝癌 裡面含有粗粒的礦石 還有節理都比較多 所以其實節理很容易受到海洋的侵蝕 例如水利作用或者是磨食作用 加上就是因為癌石受到冷熟熱漲的影響 也就是日溫差的影響 例如現在日溫差的影響就是日間的溫度很高 但是去到晚間就回落了 就形成一個冷熟熱漲的情況 就會令到節理就擴闊了 還有癌塊就崩解了 出現了塊狀崩解的現象 加上它也會被雨水溶解而帶走 是因為花肝癌裡面是有些可溶性的礦物 例如癌鹽這樣 癌石就會溶解在雨水裡面 因為同時雨水也帶有酸性的 所以就很容易形成一些孔洞狀的表面 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好像蜂窩狀 而它也叫蜂窩狀風化 這個就是化學風化作用而形成的 我今天的分享就是這樣 多謝